你怎么睡得早的 你这个年年段 你这个阶段你睡得都叫 大家好我是小小 首先先感谢一下第二期 帮我们评论点赞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支持 这一期的话 我想带大家进入一个 飞机的灵异故事 首先说一个不算是灵异事件吧 就是一个女的 她当时坐在飞机的最后一排 然后最后一排人比较少 她就坐在中间 然后坐着坐着就睡着了 在过了两到三个小时之后 她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发现周围空无一人 灯也全部暗了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听起来有点诡异的 我想问一下 那肯定是不是在做梦了 就是做梦或者是 进入了异次元的空间呢 听我刚才这个描述 有点像是在做梦 但是不是 这是真实的 就是说她发现 其实自己被遗忘在飞机上了 就是坐过头了 对 她睡觉了 其实正常如果飞机你下飞机的话 空乘人员也会提醒你 该下飞机了 不能再睡了 这是正常的吧 但是她怎么会被遗忘在座位上了呢 她只能想办法逃出去咯 但是飞机上 她又不肯直接从飞机上跳下去 因为飞机的 它的总的高度 距离地面也要有15米这样子 那就等于像跳楼了 对啊 就三层楼那么高 没有办法跳下去 所以她就只能先打电话看看 有没有朋友能够帮助她 她朋友打电话以后 通了以后发现 就心想 不可能啊 怎么会有人会被空乘 忘在那个飞机上呢 然后不相信 她只能拍视频 周围的一些黑的视频给朋友看 但是视频发给朋友的一瞬间 手机就没电了 倒霉 对 也是没 她想找了 有没有飞机上 有没有充电的地方 但是飞机整个被切断了电源 所以根本就没有办法充电 而且她自己也患有一定的 优弊恐惧症 有这个恐惧症的朋友 应该也知道 平常像关到电梯里啊 如果突然按掉了 也会自己很害怕 心慌 甚至严重的可能会晕倒 所以说 这个女的就只能赶紧想办法 那找找找 看看飞机上什么东西 可以帮助她 发现有一个手电筒在旁边 她就把手电筒拿起来 然后往外面照 希望有路过的人 或者是东西可以 车子啊 或者可以看到她 她往外面照的话 那如果我路过的话 我肯定会吓死了 怎么 这辆飞机上面会有灯光啊 正常来说有可能会这样子 但是飞机的人员 你如果负责的话 你也会去看一下 到底是什么情况吧 所以正好路过了一个货车司机 她看到了她的求救信号 还好是她看到了 不然这女的不知道被困到什么时候 然后看到以后 她就被解救出来了 当时的话 这个其实也不是什么灵异事件 只是说给大家听一下 首先先缓解一下气氛吧 大家出去一个人的话 还是要注意安全 我们现在切入正题 说一说 真实的一些灵异事件吧 就是飞机上的 第一个应该有很多主播有说过 就是台湾的华航空难录音 就是当时发生在2002年 5月25号的一个华航空难 是中国台湾华航的民用客机 载有209名乘客 在澎湖海湾的时候 不幸发生空难 最后209人和空城人员 全部遇难 六天之后 一位张姓的台湾男子 在手机上收到了一条 语音留言 那留言里面就是 一开始是一个时间的提示 是星期四五点二十一分 后面就有长达十秒的 一个男人的哭泣声 送出星期四五点二十一分 二十一分 他感到很害怕 他就赶紧就是说 把这段录音拿到警察局报警 警察也查不出来什么 后来他就把这段录音传到网上 就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 也有一些网友进行了自己的解读 就说他到底这段录音 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一个情况下发出了这段录音 从录音当中我们听到 有一个男性的声音 大部分是哭泣的呜呜声 后面有说到什么 不要啊不要死在这里 我看过网上的分析说 当时空难的时候 飞机在空中解体了 但是这个男的 就是录音这个男 有可能据推测 他是跑到了那个飞机的厕所间里面去 就在空难一瞬间解体的时候 他是躲在厕所里 当然这个选择一开始是帮助他 就是说没有受到什么伤害 然后他就随着那个整个厕所 就降落到那个海面上 在海面上那个水还是不断的进入了厕所 虽然那个厕所密封性比较好 但是还是有漏水的地方 就是不断下沉 就是有水进来 然后他在慌乱之中 还是想救一下自己 拼一下嘛 他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因为厕所里面到底有什么 就一个抽水马桶 他就想把那个进来的海水都快过溪了 然后用抽水马桶给抽下去 但是他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 因为他不知道这抽水马桶 反而会把那个水冲上来 加速他的死亡 对 他一开始其实是想 就是打开那个厕所门直接出去的 但是由于水压的压力 他是没有办法从里面 把那个厕所门打开的 大家坐过飞机的人知道 飞机上那个厕所门是折叠式的 是要这样拉才能打开来的 如果你是在水面里 或者有水压的情况下 你根本就没有办法打开来 在他飞机解体之前 他就随便拿了一步人家的手机 然后拨出了这个号码 因为这个号就是说 这个张姓男子 他当时手机上是 手机是关机的 所以说他是在手机打开之后 收到了这条语音留言 所以这中间产生了六天的时间差 也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还有网友就是说猜测 因为是没意义过什么 大家猜测是这个男的死了以后 利用自己的脑电波 发出了这段诡异的语音 牛逼 就说这个男的 他其实要比其他人死亡时间 少那么一两个小时 或者一两天 他发出了这个讯息 也算是绝望 他最后发出没有发出 和发出给谁 他都不在乎 他只想发出这段 最后的一段语音 挺悲伤的 那个 因为其实真的是很无助 人在最后几秒钟发出来的声音是特别的 哀伤 哀伤像地狱的声音 因为他其实就算打电话出去 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他没有办法说 我在哪里啊 周围有什么 快来救我 不知道的 大海市占地球70% 你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落在哪里 就像落在沙漠里一样的 接下来讲一个是 发生在美国的东方航空410 灵异事件 其实这个灵异事件 一开头不是人家人 一开头也是一个空难 就是说 当时这个410事件的机长和副机长 为了修一个12美元的灯泡 就是飞机上 他们驾驶室里面有一个灯泡 突然就熄灭了 他们两个为了修这个灯泡 导致没有注意到飞机 自动驾驶的时候 高度不断在下降 本来是预先设定驾驶的2000公尺 就是说自动驾驶 下降到了900公尺 最后发现的时候 也只有200公尺 这个是无脑 200公尺 我们来查一下 200公尺 是多少米 200米 200米 就是说飞机最后他们发现的时候 距离地面只有200米了 飞机过于接近地面 最后401航班坠毁在 迈阿密西部的沼泽地中 这其实是 因为一个12枚灯泡引发的空难 后来有那个专家去查看 这个飞机上事情 他们发现 就是说在一个自动 就是他们当时设定自动驾驶的一个 开关上面 他们在修那个灯泡的时候 可能不小心把这个自动驾驶开关 碰下 碰 本来是在下面的 摁下来的 不小心碰上去了 所以解除了自动驾驶 这应该是飞机设计上的一个错误 这些飞机的机组人员曾在20多个场合 看见了410航班上的贵婚 出现次数最多的就是机长和处机长 他们其实是有执念的 他们两个是有执念的 他们不想再就是说 因为自己的一些过策造成飞机失事了 后来就是说 这个飞机上一些零件被装到其他飞机上去了 所以就是有其中有几辆飞机 曾经出现过这架飞机的机长和处机长的鬼魂 死不明白 可以这样说吧 当时有一个人是一个作家 叫约翰吉福勒 他对这些01事件进行过深入调查 并在著作《401航班上的鬼魂》中 公布了调查结果 许多遇见鬼魂的报告来自高层的机组人员 飞行驾驶员及航班负责官员 其中有一位东方航空公司的副总裁 据说他曾与一位他认为是在负责飞行的机长说话 后来他才认出是已经去世的那位机长 还有一个鬼魂经常登上东航编号为N3-18EA的客机 这架飞机装有当时401航班坠毁相同的一个烤箱 飞机后来被卖给了泰国 并一直安全飞行到1996年 这个鬼魂就是副机长 他没有威胁性 但会经常提前向机组预警即将出现的电压和液压故障 甚至有一次一位飞行工程师看到副机长在飞机厨房的烤箱旁消失 副机长的鬼魂关闭了出现故障的烤箱 而避免了飞机的火灾的发生 就是说他们两个挺有执念的 就不想再让任何一架他们出现鬼魂的飞机 有执念的飞机再出事情了 有可能很自责吧 对 另一份报告也说 就是当时机长的鬼魂也出现在这个N3-18的头等舱 并在飞机发生电子故障时候 告诉了机组人员 这架飞机不会坠毁 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好感动啊 有可能这就是人死后的一种惨念吧 还有两个小故事是那个 乘务员 就飞机的乘务员 像空姐啊空哨这些人讲的一些鬼故事 飞机上的鬼故事 一个叫货舱 积货舱的黑袍死尸 一般而言波音的乘务员休息室在机舱的上半部分 需要从楼梯上爬上去 空客的休息室在机舱的下半部分 需要爬楼梯走下去 就是接近货舱的位置 需要进入休息室 只有空乘人员知道门在哪里 密码是什么 就是每次一般飞机起飞前降落之后 都有乘务员做一遍检查 有一次移民菲律宾的乘务员在飞机降落之后 爬到楼梯走下去检查那个休息室 在昏暗灯光下他看到一个黑袍女子的背影 他问 哎 你是谁啊 你怎么在这里啊 这里应该是不让客人通行的呀 然后那个黑袍女子就转过来 对他笑了一下 说对不起 我也不知道 然后小飞 乘务长就让他赶紧走 他走了以后 这个乘务长就感觉有点不对 被急发凉 觉得很奇怪 他怎么进得来 就是说这些地方都是只有钥匙才能有才能进来的 只有乘务人员才能进来 他怎么会进来 后来下了飞机 机长和乘务员一起瞎聊的时候 机长就说漏嘴了 他说这次航班的货舱里面放了一句女诗 是阿拉伯本地人 证明阿拉伯女子在外地出意外死掉了 现在回国安葬 听到这儿这个机长吓得脸都白了 阿拉伯本地人肯定穿黑袍啊 而且休息室离货舱那么近 尸体是在货舱里了 说的我自己有点怕了 你晚上这样子讲 你确定吗 说的我自己有点怕了 还有一个小故事 是叫厕所里的婴儿生 据说有一架波音飞机是所有空乘都拒绝飞的 这架飞机到底是什么事情呢 一个新人有一次跑到后处跟大家说 感觉这架飞机怪怪的 说不清楚的怪 经过左边第三个门旁边的厕所 总觉得凉凉的 而且能听到好像有婴儿的哭泣声 然后资深员工就跟大家说起了这架飞机的故事 听完没有人再敢飞这架飞机了 有一次飞机巡航期间 一命空城 例行每30分钟检查厕所的时候 在厕所垃圾桶发现了一名刚出生的婴儿死尸 身上全都是血血肉模糊 没有呼吸迹象 没有哭声 而且看着是将飞机上孕妇直接生产了死因 但是很奇怪就是 就是比如说飞机公司有一个规定 如果你是快要生产的孕妇 他们是要经过检查 或者你有医生出具的证明 或者医生陪同 你才能上飞机 正常快要临船的人是不能上飞机的 所以 这到底是谁谁的 怎么会出现这个 之后 该航班所有的乘务员都出动了 到客舱去寻找证明 有没有虚弱体 就是看上去刚生完小孩很虚弱的女性 监控没有吗 没有找到 之后 飞过这架飞机的姑娘们 总说这个飞机的厕所 温度起低 而且飞机起飞后都会音乐听到婴儿的哭声 新的那个乘务员不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 但是总是就是像没事人去检查这个厕所 但是 旧的乘务员经过这个厕所都会避开 新的乘务员有没有发现有婴儿的哭声或者就不对劲的地方 已经发现了呀 已经发现了呀 这个人新人就跑去跟他们说呀 就感觉每次经过这个厕所都是冷冷的 磁草不对 然后还还没踩到婴儿的哭声 就是说有有些地方它磁草让你觉得不太对劲 是啊 就像我去医院某个地方 嗯 行吧 今天的话就讲了这些我收集的一些飞机的灵异故事给大家听 其实听听还是有点恐怖的 对 不要说看上去哦 感觉挺那个好像没啥恐怖的 说出来还是有点恐怖的 那今天的话就讲到这里 嗯 你喜欢我的话可以关注我们 恶苗说 关注点赞 还有转发 加微信 嗯 加微信 对 还有其他可以加我微信 进群讨论 114403437 这一期的话 因为听完这些灵异故事 我感觉我压力也好大 我讲的话我压力也挺大 所以这一期我想会给大家送一个 减压玩具 就是说可以抽一名幸运的小伙伴 呃也是 就是同样跟上期一样 呃 转发 点赞 评论我们这一期 呃 包括有性质的同学可以给我们谈谈幕的同学 然后我们抽一位幸运小伙伴 送一个这样子的减压玩具 挺有意思的 他就每一面都是让你减压的 像开关啊什么 好像是压力 没什么压力了 给别人看 他每一面都是有让你减压的东西 呃好像压力没那么大了 就说其实我们现在这种生活当中 压力还是挺大的 不管生活还是学习 还有听我这个灵异故事 你也有压力吧 所以我就送一个这个 哪个幸运小伙伴能得到呢 那就给我们这一期多多支持吧 那这样吧 今天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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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